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学习一个新的布局类,叫做Grader Bag Layout Grader Bag Layout布局呢,如果翻译成中文直译的话,就是网格带布局 实际上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可以以X轴和Y轴这种方式来定位的一种布局方式 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是用代码来讲解 我这里已经写好了一个GUI Test 5的一个半成品的类哈 这个类呢,有五个按钮和一个JPaner,一个JPaner对象 接下来呢,初始化这五个按钮和一个JPaner对象P 将P对象添加到GUI Test 5类之上,因为它继承了JPaner 紧接着呢,设置大小和可见性以及关闭的这种操作 好,出来的结果的话呢,现在其实是看不出效果来的哈 因为只是一个窗底下和一个透明的面板,因为没有设置面板颜色 那接下来呢,我要将B1,B2,B3,B4,B5呢,都添加到JPaner对象哈 这个P之上,也就是说它要添加五个 好,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按照我们之前学习的这一些知识 我们会知道哈,JPaner默认的布局呢,是Flow Layout Flow Layout呢,是流逝布局 也就是说,它会预先按照指定间距来排列组件 当然是居中排列,如果一排放不下,就另起一行 当然另起一行也是先居中开始哈 那出来是这个效果 那接下来呢,我想使用网格带布局 网格带布局的话呢,我可以通过X轴Y轴定位哈 比方说,我们把左上角看成圆点 往右是X轴,往下哈,是Y轴 如果X为1,Y为2的话呢 X为1,Y为1嘛 出来的话就会在左边第一个组件的位置哈 排列,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呢 第一,网格带布局,依然也要初始化 Grader,Bagger,Layout,GB,Layout 得到这样一个网格带布局的类的对象 Grader,Bagger,Layout 当然,现在我使用的是它不带参数的构造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查看一下API,它到底有哪些构造函数的存在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结果发现它只有一个构造方法,就是不带参数的 Grader,Bagger,Layout呢,它也是在加瓦点AWT包之中 那它呢,可以不要求组件的大小相同 就可以将组件垂直水平或延级线对齐等等哈 它的每个Grader,Bagger,Layout的对象 维持的是一个动态的矩形单元网格 记住,这个叫动态的 动态的矩形单元网格 什么叫动态的等候我们的程序会出来 好,除了Grader,Bagger,Layout 初始化这个对象 我们必须通过Settle,Layout的方法 将这个布局类的对象绑定到容器组件的对象P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样添加这五个组件呢 如果要设置X轴Y轴 我们还需要用到一个类叫做Grader,Bagger,Cons,Trans Cons,Cons,Trans中文是约束的意思哈 得到一个约束类的对象 好,Grader,Bagger,Cons,Trans 约束类的对象 那约束类的对象 是什么样子的哈 它其实比方说像X轴坐标或者是Y轴坐标 好,X轴坐标或者是Y轴坐标等等 好,进去看一下 那它有哪些字段的存在呢 还是挺多的 嗯,比方说我们说的X轴坐标就是GraderX 网格的这个X轴坐标 这个其实呢是指定包含组件显示器一开始编的单元格 其中行的第一个单元格为GraderX等于0哈 同理GraderY也是从0开始 好,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 GBC这个约束的GraderX等于0 GBC的GraderY也等于0 好,我们怎么添加组件呢 先添加第一个组件 用的是哪个方法呢 好,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方法叫做Component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Component Comp就是界面组件 第二个呢是约束类的对象 所以我把P1和GBC哈 这个对象一起添加相当于指定了 不是P1是B1哈 Button1这个组件它呢应用了约束类的对象GBC 而这个时候GBC的XO坐标是0 Y轴坐标也是0 好,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结果你会发现它没有从左边第一个开始啊 如果是00的话不是应该从这里开始吗 好,这就是API说的哈 它是动态的 这就是动态的一个 这样一个布局类 也就是说当它没有其他组件的时候呢 它还是G中显示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做第二个了 GBC点Grade的X等于1 GBC点Grade的Y等于 嗯,也是1吧 或者Grade的Y我把它设置为 嗯,X为0 这个Y等于1吧 好,接下来 还是GBC 我修改了GBC这个约束的属性 接下来看看效果 哎,它果然排在了它的下面 因为它的XO是0 跟第一个组件是一样 但是Y轴却是1 就相当于往下走了一步 同理 如果 我把它改成了1和1 看看 B3 逗号 GBC 哎 1和1 因为XO坐标 是1肯定比前两个要往右扩展一格 然后Y呢 是1说明跟第二个组件 它的Y轴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会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啊,这个就是 呃,网格代布局 除此之外哈 我还可以继续改 嗯 这个是2 B4 GBC GBC 这个是1和2 B5 GBC 啊,我每次都修改了一下GBC的属性的值 再把它绑定 某个组件 出来的效果 看看 哎,是这样一个效果哈 BUTTON100 因为它这样子的 它其实还是从G中开始 但是呢,它会按左边第一个单元格来 啊,B1是左边第一个单元格 B2呢 呃,X轴是一样的 就跟第一个组件一样 所以 它们在同样一列上 那Y轴呢 1,说明是这一列上哈 第二个组件 同理 BUTTON3 是紧跟着BUTTON2 BUTTON4是0和2 说明在BUTTON2之下 嗯 BUTTON5是1和2 在BUTTON3之下 那除此之外 还有 哈 还有哪些属性的存在呢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GREDABIG CONCENTRANTS 比方说它有 嗯 它有 WEIT WEIT X 和WEIT Y 好,WEIT X呢 嗯,我们可以 它的默认值是0哈 我们试试看 我设一下 GBC的WEIT X等于1 试试看哈 看看出来是什么效果 诶 看到没有 WEIT X呢 是指 诶,当我扩大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定变化的 这个属性呢 呃,是指这个 如果得到的布局 在水平方向上 必须要填充的趋小 那么系统会将额外的空间 按其权重比例 分布到每一列 好,这个就是 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它的这个 组件呢 呃,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是挤在一起的 说明它的显示 剩余的显示空间 是很大的 在X轴上哈 现在它X轴呢 按照权重 分配给了这些按流 就相当于 诶,你看它都撑大了一点点 接下来 如果你最大化 它也会按照比例 去占据剩下的这些空间 好,这个是 FITX OK,那么还有个 VITY的话呢 顾名思义哈 就是在重向 这就是重向上 也是将剩余的空间 平均分配给 剩下的一些 就是这上面的 所有的组件 你会看到 因为剩余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们 之间的间距 看起来也比较大了 好,这是 WITX和WITY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 FIR这个字段哈 FIR这个字段呢 有哪些值的存在 比方说None 和Horizental 和Vertical 比方说宽度 这个是水平宽度哈 这个是垂直高度 和Bose 它是指 组件的显示区域 大于它所请求的 显示区域 很明显以这个为例 我的组件区域很小 但是分配给它的 显示区域的单元格 其实是很大的 你想想看 这一列是平均分配的哈 平均分配就相当于 它有这么大一个显示区域 那我如果用FIR 可以让Button1自动变大 充满整个显示区域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GBC点 FIR等于Grade Bag Constance点 如果是水平 水平见据 等于 嗯 这个吧 水平加宽的这个属性 复制过来 好 这个是类名打点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大写的相当于是 有值的这样一个长量哈 接下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之前的效果是这个效果哈 Horizontal呢是水平宽度 看一下 接下来有什么效果呢 好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诶 它在水平上 让原来的Button按钮 充满了整个水平显示区域 那如果我不是Horizontal 哈 我是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垂直的这个高度 接下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诶 它这个按钮在高度上 会布满整个显示区域的高度 当然宽度不变 如果我让它的宽度和高度 都布满整个显示区域呢 就使用Boss属性 好 Boss属性 诶 看到没有 目前为止 我们让按钮 因为按钮 本来它的这个大小 是远远小于整个显示区域的 但现在呢 我让它的Fear GBC的Fear属性 变成是gradeback constrance.boss 就相当于 我不管是在垂直 还是水平方向 都要充满整个显示区域 而且随着 我的这个窗体的扩大和缩小 按钮的这个大小 也会随之而变化 好的 这个就是gradeback constrance的一些属性 当然 它还有很多别的属性 比方说 ankle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句话的存在 说明 说明我们这个 按钮 这个组件的大小 是很明显小于 这个显示区域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GBC点 ankle 等于 gradeback constrance 点 East 看一下这是什么效果 东边 说明这个按钮 会自动 放到显示区域的 G 东 东边就是右边 G右显示 G右显示 如果我改成west呢 west是 西边的意思 出来的效果 看看 他们全部都G左显示了 这个ankle中文是箭头的意思 意思是当组件的大小 小于显示区域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这个字段 属性 那么修改组件在显示区域中的位置 它是G中呢 还是G左呢 还是G右呢 还是G上 还是G下 当然我们用的是东南西北中的这样一个单词哈 好的 这个就是网格带布局 那么网格带布局呢 是非常灵活的一种布局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 网格带约束对象的属性 将这个约束跟组件一起绑定到容器组件上 去设置这个组件的大小和区域 好 这个就是网格带布局 好 这个就是网格带布局 好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本次课就结束了 针对于网格带布局呢 最重要的就是获取网格带布局类的对象 Gradbag layout的对象 以及网格带约束类的对象哈 Gradbag concentrance的对象 接下来呢 设置约束对象的属性 比方说X轴坐标Y轴坐标啊 或者是否拉伸呢 随着水平方向拉伸 或者是垂直方向拉伸啊 等等 通过定义约束类对象的属性 将页面组件哈 就是这种界面组件 跟约束类的组件一起绑定 并且添加到容器组件之上 这就是网格带布局 同学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